今年的春节期间,给自己放几天假 我们再次来到熟悉的Eastern Township地区 湖滨小镇Magog是个度假的好地方 每天滑雪溜冰,进享冬日的冰雪乐趣 美好假期的第一天,就邂逅了彩霞满天 傍晚时分,我们去湖边滑冰 原本阴沉的天空,竟然在日落时分,变成了晚霞绚烂 任何言语,都无以形容那漫天同云下美丽的冰雪世界 越野滑雪,依旧是假期的主要活动 小镇的周边有很多雪场,有些是免费的 而另一个雪场,在Coti Cook附近,门票只需5块钱 没想到,这里的面积非常大 雪道维护的也很好 一路翻山越岭,风景优美 虽然天气寒冷,但我们华得非常开心 Mont Megantic National Park 虽然路途遥远 但是公园中群山连绵,是滑野雪的好地方 雪道穿行在山林之中,非常有野趣 即使跌倒,也依然是笑声不断 好漂亮 好漂亮 Mont Alford National Park 虽然是最适合越野滑雪的地方 在这个出门开车10分钟就能到的公园里 不论是classic还是skating 各种难度,各种距离的雪道可以任意组合 再加上沿途的美丽风景 即使是天天去,都不会感到厌倦 除了滑雪,冬日里另一个不可缺少的活动还有溜冰 小镇的湖边,有一条全长2.8公里的Ice Trail 附近的公园也有免费的冰场 滑雪之后的闲暇时间,我们经常会去滑上两圈,自娱自乐 适风冬季奥运会在北京开幕 让我们和北京冬奥一起向未来 大家把手都牵起来 Together for sharing future 一起来 一起向未来 我们都拥有爱 来把所有本身都盛开 Together for sharing future 一起来 Together 一起向未来 我们和北京奥运一起向未来 2022年2月2号 我们的银婚纪念日 25年来 我们一起徒步,一起划船,一起爬山,一起划雪 我能想到最浪漫的是 身旁有你,你在身边 我们下期见 你 对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